癌症村 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这个地方很美 但却是致命的 不过 到这里是之后的事了 现在我在北京 我在进行一场较量 但不是唯一的较量 我在自然之友工作 我们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抗争 有时保护中国的自然环境 就像是一场较量 因为我们总会有对手 每次我们走一步 他们也走一步 时常感觉到我们举步维艰 但我们中间总有人怀有希望 我们80后这代人目睹了中国的高速发展 但这个经济奇迹 伴随着环境的沉重代价 很多时候 正是这个奇迹 塑造了我们的敌人 经济的发展 必须要与环境的可持续性相平衡 我之所以愿意参加NGO组织 正是因为我觉得只有接触草根 接触真实的实际的问题 才能带来中国社会持久的改变 只是政策和法律的变化 而没有民间的成熟 没有公民意识的觉醒和行动起来的话 那我觉得这种改变是难以延续的 这场环境保护的较量 绝非势均力敌 但最近局势有所转机 一个巨大的障碍刚刚被清除了 法律的修改 使我们可以让污染者承担责任 根据新的民事诉讼法 对污染环境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意味着 中国的NGO可以与污染企业对驳公堂了 去年8月 云南省曲晋发生了一件 令人震惊的事 网上曝出一家企业非法清倒了 数千吨有毒物质 包含六架各 下周那个周三我就坐飞机去昆明 然后周四应该回到取经 我是这次想去那个插冲水库 就是五千吨清倒点那边去看看 但是我在想那个到时候现场要不要取点样品 然后毕竟那个事情其实我们之前了解的并不多 不知道现在进展怎么样 很有必要 我们现场就看看这个情况 那么通过供应诉讼 那么这些环境成本就回复到它的正确的位置上了 就是由造势的企业来负责 承担环境污染的这个责任 那么通过这么一种法律化的一种运作 那么就是使得中国的环境治理呢 就作用成效的这个进行 然后现在主要就是当地的这个长期监督 不知道怎么做比较有效一点 我们每次一次就能去一两天什么 不在的时候这个会不会有一些恶化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很关心的问题 因为一方面是说我们真的在这个诉讼当中 我们需要掌握一些我们不在的实时监测的一些实际情况 另外一方面呢 是我觉得即便这个案子结束以后 这个葛杂乌害化处理的这个问题会是长期存在的 那如果没有一些触角的话 这种公众参议介入到这个事情里边的这种想法 实际上还是没有可操作的模式 依法治国和公众参议里边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 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环境信息可以公开给公众 没有环境的信息 那公众参议或者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 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 那也就谈不上大家如何理性的来诉求 更合理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法 我在去取境取证的路上 非法倾倒和堆存葛渣导致了灾难性的环境破坏和健康影响 我们将把案子打到环保法庭去 用公益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环境保护 还包括过程的透明 司法的公正 以及更多的公众参与与监督 这个村庄被这个工厂毒害 这条河曾被5000吨葛渣污染 过去30年 对于污染者来说 摆脱法律制裁太容易了 西农村本来就是一个以乌龙为主的小山村 以前的话这里都是山清水秀的 但是自从西桥工业园区建成以后 这边的空气就特别的浮浊 自从河滨化工厂建立以来 几乎每年都能发生癌症的病类 每年都有癌症死亡的病类 今年从化工厂复产到现在以后 才刚刚两个月不到 再次发生癌症病类 并且已经是晚期 我妈妈以前是身体很健康的 但是就从河滨化工厂复产两个月以后 我妈才查到是肝癌晚期 查出来就是已经是肝癌晚期了 但改变正在发生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站起来了 我们也有了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法律的修改给了我们新的机会 这次我们的行动正带动着中国的改变 但这场公众参与的变革还未完成 尽管这不是一场轻松的较量 但我们既然已经开始 就有责任坚持到底 我希望这场公益诉讼 可以为其他草根组织提供一个先例 我们希望这场与污染者的较量 也能激励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和普通公众 为了环境正义而站起来 这不是关于我的故事 也不是关于自然之有的故事 而是关于普通人保护自己未来的故事 当我们胜利的时候 我们可以告诉所有人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也有能力 行动起来保护环境 有些事对于一次较量来说 太残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